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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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68加起來就是14的意思 兩個禮拜有14天 也就是說 2 weeks 2 weeks 聽起來有點像是week 2 weeks 也就是太脆弱 說到太脆弱你會想到什麼 是不是就想到玻璃杯 這個柳巴呢 很明顯它的答案就是要接到 第二個這個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解這個 台灣人檢定初級的考試題目 第一題的問的是說 請將下列飲料和合適的杯子連起來 那我覺得這題它蠻有間別度的 尤其如果你是新台灣人 你是new台灣人 可能會對這一題有點難以理解 譬如說你有可能打籃球打得比較多 吃東西都吃in and out很飽 就你可能比較不了解這方面的飲食文化 那你在這一題可能就會吃到一點苦頭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如果知道答案 我們就寫嘛 那不知道答案 我們就用猜的 我們就用推理的 好不好 那很簡單 第一個題目它寫成 六成之 八樂之 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它 這兩個字要寫那麼大 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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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六十八是什麼意思 六十八它加起來就是十四的意思 兩個禮拜有十四天 也就是說 二 weeks 二 weeks 聽起來有點像是week 二 weeks 也就是太脆弱 說到太脆弱你會想到什麼 欸 是不是就想到玻璃杯 這個六八呢 很明顯它的答案就是要接到 第二個這個 那第二個接下來我們要連到哪一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紅紅的 這紅紅的是血嗎 血會是飲料嗎 不是嘛對不對 那紅色的飲料是什麼呢 它不是烏梅汁 那它可能是酸梅汁嘛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柳橙汁 首先喔 這個飲料機喔 如果你用紙杯的話 它前端就會遭到壓縮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扁扁的 那就很不方便 有時候整個紙杯會軟掉 所以它是用在這個 所以很簡單的話 最後答案就只會是這個對這個了 第二部分我們要從杯子去幫這些 到底是吃什麼樣的菜 我們去幫它做一個配對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辦 我又想答對這個題目 我們就來推理 譬如說第二章我們看到這是什麼 這是牛排 那這裡是什麼 胡椒 欸牛排胡椒 牛排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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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那你要想到什麼 很愛演 對不對 馬上想到馬上想到蛇丸 蛇丸到底有沒有在很愛演裡面呢 我不想跟你們吵 你們自己在下面 那我們想一下蛇丸是怎麼樣 他是一個人嘛 然後呢他有兩個大捏捏 還有一個肚子 還有腳 那捏捏要那個 不行這樣會黃標 欸不要不要 他如果今天站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什麼東西 這樣會不會有像是一顆頭 你看這邊一顆頭 然後呢這邊一個肚子 這邊一個肚子 還有底下站立的腳 這個形狀完全一樣 這就是出題老師 留給你們的一個線索 對不對 我們考試要考活的 不要考死的 每天都在那邊死背答案 這樣不要 我們要做一個可以推理 可以思考的人 好不好 好的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右邊 這個右邊 這個叫做自助餐 自助餐有時候 即便你內用 他也是給你那個紙 他也是給你那個便當盒 所以呢這個很明顯 他就是一個非常 不Echo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 用的一定是紙杯 他用的一定是那個不能洗的 那最後我們答案也出來了 喔 所以這個是連到 這個桌上的 好不好 那今天的講解 就差不多到這邊 大家回家也別忘了 好好複習 大家努力的成為 正港的台灣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